相对来说人物有个性突出的 他瞬间变化比较快的那种人物 有时候一个 对对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像演艺角色 就是人物 就让观众永远琢磨不透他 我觉得 那演起来可有难度 对 我就最喜欢演这种东西 你的经历 你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不知名的小伙子 然后现在成为一个知名的演员 你觉得这条路可以复制吗 可以被更多的人所模仿吗 这个不好说 什么事事实难料 我觉得人把自己每一件事做好 你可能你这个人 你这一点 说不定哪一天 你虽然这个群众也要咬 你六天你就会很红 说不定你三十年合同三十年合习 这任何件事都意料不到 但是人只要执着 能去做自己喜欢去做的事情 我觉得人之后就是很幸福的 电影摄影师首次指导电视剧 他想表达怎样的历史 就另外一个英雄史 穿越时空追求真实 他如何还原历史 然后让我的摄影师 就像一个战略记者 你就给我捕捉 捕捉的最真实的东西 面对面 专访电视剧 《我的兄弟叫顺柳》导演 花庆正在播出 花庆 原名花庆 1963年出生于江苏淮安 导演 摄影指导 曾创作影视作品 北京你早 上海往事 南西江 《我的兄弟叫顺柳》等 作为一部主旋律风格 很强的电视剧 《我的兄弟叫顺柳》 取得了如此娇人的收视成绩 人们一直在探讨 其背后的原因 这个成绩 对于导演花庆来说 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因为这是他导演的 第一部电视剧 什么东西打动你 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剧本里面 什么最终说服你 因为这是你的导演 处女作 就是也是那么多年 实际上是一个情感 在自己心里面 一个堆切 什么样的情感 就是顺利的这个剧本 实际上具备了很多 就是我身上的一些那种 有一点感伤主义情怀的东西 我是一个就是挺伤感的人 就是有时候 就跟你说妈 看到田野看到 树就想去表达的一样 就是说不出来 从小就这样 我从小离家 就二十几岁到北京来上学 还是天天睡觉想家 然后呢 我妈去世也早 就是我妈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了 然后我这么多年 我每一天都会想她一次 就是都就输不出来 就是都这么大了 还但是没办法 就你只往床上一躺 你就会过一次脑子 嗯 就这样的一个感伤的人 为什么要拍这么多的